貝姐明年又要霸佔你家電視了 《Vionetta 魔兵驚天路》 不才剛推出二代 怎麼又新作要推出了 至少也太驚人了吧 這一次是製作人在歲末訪談當中透露 明年將會有一些新作情報公開 這不就代表已經做得差不多了嗎 好期待喔 《Vionetta 日系超火紅動作遊戲 魔兵驚天路》 獨特的風格和強大的戰鬥系統 很掃全球 這款由白金鋒做事開發的狩獵天使神作 現在也有新消息啦 日本知名遊戲網站ForeGamer 針對遊戲界名人作的歲末訪談中 訪問到了《魔兵驚天路》製作人 《黑田金子未來計劃》 他大方表示 2015年將有《魔兵驚天路》的新作情報 不去公開 雖然只是短短幾月話帶過 但其實這個消息 已經讓許多國外媒體大篇幅報道 相當令人期待喔 三個月前才發售的《魔兵驚天路2》 在遊戲內容和銷售策略上 會受到玩家肯定 要來新作情報 相信也是會有許多玩家買單的 後續的發售消息 也請繼續推薦我們 練完《賤史沛》囉